因为我们中秋会剪刀拜拜对不对 然后通常我们都要准备三道菜 所以这次妖艺妈妈准备的蛋 这是水煮蛋 就是把壳剥好 然后我们要把它做成兔子 那我们来开始剥吧 这一颗小兔子 白了叶白白 两个耳朵睡起而来 爱起来胡萝卜和青耳菜 蹦蹦跳跳的真可爱 老师说 我们现在做的是地壳 那这个代表说蛋壳 我现在在帮他挖出了岩浆 然后这个不小心剥到中间有一点凹洞 好像没有破 好像没有破 旁边有很多很可爱的小白蛋 第一步 你要兔子先找一下他这边可以隐约看得到蛋黄的地方 然后你要从蛋黄这个地方切 切一刀让他可以这样站着 切到了 然后这边是尾巴的地方 然后头的地方大概三分之一处 切一刀 斜斜的再切一个小刀 然后这个兔子耳朵呢 就是直的对半切 可是我觉得他蛋黄会掉下来 好我要放耳朵进去 啊 兔耳朵的蛋黄掉下来了 然后芝麻 就要当他的眼睛 这样子一只兔子 就完成了 我们的兔子完成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个小兔子 水煮蛋兔子 这就是我们的小月兔 很可爱 来去我们家拜拜咯 GO 我们这一次拜拜的东西 大家准备了好多 好豐盛啊 这就是我们家拜拜 都会拜的饭菜 对不对 那大家家里都爱拜什么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最后说什么 谢谢大家拜拜 多谢节快乐 请把他的耳朵来吃 里面要一口塞啊 好好笑 嗯